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2007年陷棋大师赛的精彩对局 对 本次比赛是由网络选拔的12名选手与我们的12名种子选手 够24名棋手 经过了四轮的淘汰赛 非常艰苦的淘汰赛 然后最终由蒋川和王斌进入到决赛 他们将进行四轮的比赛 四番棋的决赛 这次这届比赛是由中国小型协会主办 由世界治理大师公司赞助的 这已经是第三届 下面先让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这是新闻发布会的 对 谁是在交通饭店新闻发布会 这是我们的其中 这是周颖 这是Morris 英方的首席代表 现在看到画面是许云川和汪洋在英国拍摄的图案 这位是汪洋 他们抽签的情况 这是我们抽签的结果 好 这个是最后决赛的画面 就是决赛 今天我们将介绍这盘棋 第二局的时候 这位就是王斌 本届比赛最终的冠军获得手 现在是蒋川 两位都是非常年轻 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对 所以能进入决赛也是 他们都分别淘汰了 王斌淘汰了许云川 许云川 还有赵欣欣 是吗 赵欣欣是今年的 也是我们这现在要讲的第一盘棋 这是最后闭幕式的情况 在人民大会谈闭幕式的李欣川 这是刘思宁先生 这是冠军网宁 这是何进爵士 这是小米 冠军网宁 这是莫瑞斯 对 与刘思宁先生互赠礼品 莫瑞斯 骑手 可以 嘉宾可以 好的 下面就我们来介绍一下 今天第一盘棋是四星二 对 半决赛的一盘棋 很关键的一场 争夺决赛拳子 对 如果能获胜 就已经可以进入决赛 有机会争夺冠军 对 这两位棋手 都是年轻少装派的 对 王斌稍微大一点 王斌成名要找一些 对 王斌很小 当初就成绩非常的好 在他十几岁时候 就经常击败相机大师 后来在最好的时候 有一次是在01年 获得过全国亚军 对 差一点 差一点 那年是全国军军 小分很微妙 那么赵欣欣是2007年 新科状元 个人赛的军军新科状元 曾经也是全国少年赛军军的获得者 两位都是少年就成名的棋手 自把小的时候 很多高手就非常看好赵欣欣 那么这一局两人相遇 也是可以说是将会一场非常凶败的表演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对局情况 这是第一局 这是两局制的淘汰赛 这是第一局 红三 马尔进三 红三 红 局一平二也是比较正常的 对 局一平二比较正常的下方 初期定一 那线势必要形成过河局 如果要是不走过河局的话 那比如说要走进兵的话 那会不会炮八进四 黑方有可能炮八进四 形成左炮封局 你不过河我就过来封住你 这种左炮封局 就是双方当然有很复杂的变化 但是先手方总感觉发挥的不是很舒服 所以他还是 除了局我还是过河 过河 这样对黑方的牵制力和攻击力更强 那么这个时候马八进七 这是王斌非常擅长的一个布局 曾经一个是 他们江苏队好像研究的挺多的 对 还有一个五七炮 五七炮这个布局和这个 他们是交替使用 获得过非常好的战绩 那年王斌获得全国亚军的时候 也是倚仗着这两套武器 最后差一点登顶 那么这个时候 主三进一是必然 这是常用的下法 既然你曲头 那我就两头蛇 这个时候 这九进一 这都是常见的下法 对 黑方 炮尔尼 流行的走法 除此之外 曾经还出现过十四进 不是 我如果巨九平六 它就改变另外一套 对 巨九平六之后 黑方又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马七进六 左马盘河 这样红方有可能冲中兵 双方展开激烈对攻 然后逐七进一 可能就会有比较复杂的变化 但是从结果来看 就是红方毕竟出紫速度很快 大家先来看 红方的主力 子力已经进入到进攻状态 两个G都在 如果能冲起中兵 形成盘头码的攻势的话 那么前景很乐观 所以马七进六 现在很少有选手踩 除了马七进六以外 黑方还有一种下爬 就是炮平一 今后准备出一路G 加快G的出动速度 目的就在于牵制它的八路炮 也是阻止它兵武进一 这种中路突破的手段 当然这两路变化 现在选手觉得还是相对而言 黑方处于手势 所以它炮平一 这是乐于采用的变化 向三进五非常的正常 在这个局面下 王斌选择了冰三进一 这个是他非常喜欢的一种下法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冰七进一的下法 先冰七进一容易形成 黑方炮八戒 这样双方很有可能 最后下成一个封闭局面 比如说你要再冲冰 他当然也可以有拱掉的变化 但是他这样 双跑巡核 如果你在出局 他有可能补个试 这双方在核界一旦 这也是一个大路的变化 完了容易形成封闭局面 那么王斌可能不太愿意形成这个局面 他还是希望把局面打开 所以他先对三兵 这样更加的灵活 黑方吃掉 在这儿是不是又有变化 在这儿也是常见的一个图形 红方实战选择的是这个 王斌对这个研究的要多一些 对 还有一个变化 局九平四 这个他也研究很多 但可能由于现在研究结果 觉得黑方有很多种抗衡的手段 未必就是红方能取得优势 我们说为白蓝布 他就一块金一盘上 然后他这实际是一个过门 通过捉炮再平局牵制他的局炮 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不能直接牵制 很显然 他有一个码六腿八 码打狙 马踩狙 红方立刻就要一丢一狙了 所以他这个过门很有意思 好像是有一过门 让黑的多走一步 但实际上 他另一个深意在于牵制他的狙炮 那么这个时候 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有多种选择 有捕适 还有走军一进一 变化也是很复杂 那么这盘棋 红方实战是军七进一 因为他从冰三进一就可以看出 王斌是希望把这盘棋的阵型打开 这样在比较开放的状态下 他的进攻机会更多 先手取胜的可能性也就较大 吃掉 那么现在好了 局面非常的明朗 对 开饭似的 对 红方一个局巡河 一个局待机而动 双马非常的灵活 而黑方现在有一路局还没有出动 另外一个局还是处于低位 所以应该红方先手是比较稳固的 但是黑方也不能甘愿如此反击 这也是常用的反击打底相 但是有些爱好者可能看到这个局面就觉得他打我的底相 我是不是要硬一手 主要是害怕 说打掉底相一平边 只有在那边 只有在这边 有时就有一种恐惧心理 就往往会出现一些软招 比如说飞个象 那就要落后手了 跳个马 但实际上是不怕的 为什么 因为红方子力非常的灵活 而且红方对黑方的马有牵制 中路也司机竞争 所以如果进行对攻的话 那么红方是并不怕的 他不怕你打底相 他针锋相对 而且这招也保护了 实际在某种方面他阻止了打相 因为打相之后我居在这边 你对我今后即使打枪平炮的时候 我有居在这边防御 而这边我可以先得实惠 那么黑方就是 黑的肯定也不敢打相了 肯定不敢打 那么黑方 他平炮打相也只是虚晃一枪 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迅速量居 把居进入到一个攻守两立的位置 这个时候红方 马七斤六 马三斤四 马三斤四 以采矩 黑方 矩八平七 在这个局面下 这个红方 实战 马斯推二 这是常用的一个下法 除此之外 还曾经有骑手走过炮五平三 这是不是容易简化了 对 炮五平三的目的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我交换你的七路炮 然后威胁你三路马 使你阵型出现弱点 但是结果也未必就能如他所愿 比如黑方 现在可能鞠一平三 就看住了 然后你交换的话 他就退马灯回去 黑方的阵型还是比较尖 红的先手 先手反而并不明显 那么这个时候 这几招好像每一招都 都是 双方都是咬得很紧 对 那么 平鞠一吃 这个时候 红方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招 他这马呢 也不跑了 也没地儿跑了 他除非再回来 这老灯鞠是不行的 炮尔进一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招炮尔进一 他暗含着一个手段 他暗含着什么 炮五平二要打死鞠 要打死鞠 那么这个时候 这鞠又不能逃 对 这马还在 红鞠的 确实咬得很紧 咬得很紧 这时候如果黑方 一旦手软 恐怕就要 马上就要抒起了 所以这个时候 黑方呢 当然黑方也想着 一个很巧妙的解决办法 对 他现在不怕你打死鞠 他肯定也有他的 他有他的思路 好像不是 现在好像跟本局无关 其实呢 对 好像说了 我打你死鞠了 你为什么不理我 对 实际呢 这是有他的生意 再往下看 就能发现这招棋的妙处了 对 红方 既然你不跑 我就要打死你的鞠 那么现在看了 黑方如何解救呢 马六进七 反彩 这样呢 他隔断了你 对 套马的联系 如果你逃鞠 那么你的马就丢了 是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打鞠 他实战也只有打掉 只能打鞠了 我呢 也吃掉你的鞠 形成了一个巧妙的交换 但是呢 虽然黑方的招法巧妙 但是呢 红方 构思更巧妙 上帅 把你马吃死了 上帅之后 大家再一看见马 没地儿跑了 石中兵不行 回不来 有炮 进来也不行 横竖 没地儿跑 那么红方 利用这么一个交换的手段 可以巧得一子 但是黑方 代价就是 代价就是帅 帅为 帅里本位 他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那么黑方现在 他知识的目的就出来了 他是为了快速出去 他实际也看到了 自己的马 他早已经上到这一步 我就是七一个子给你 对 七一个子 也是诱使 对方用帅来吃 把他的帅 引到一个 溢于受工的位置 这是他整体布局的一个构思 但是这个构思最后是否是德子方厉害 还是弃子进攻一方厉害 这个布局好像八九十年代就很早就出现了 很早就出现了 我觉得当时能构思出这样巧妙的棋手也是非常的厉害 然后好像就经过不断的实战 不断的总结 大家都在不断的改进招法 现在又开始流行起来 很多棋手现在 红方想出一招 黑方也想出一招破解的招法 就这样不断的演变到现在 我们看看 也是一种相生相克 对 吃掉之后 黑方现在要想办法了 他要么就是获得巨大攻势 要么就是要吃回一子 才能立于不败 那么他将军 这样的目的是以后不让你帅 不让你这个帅迅速的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 但是我这样以后是不是也可以回来 但是你现在的位置就异于受攻 而且今后在这条线你的压力会变大 因为如果一推炮 你这条线你也不一定就能回得来 因为他有可能到时候打你底相 如果吃马就得回子 如果打底相 你的帅回不去 这样在防守上也给红方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那么打完将之后 现在黑方 果然容易手说 对 准备 就是要么我叫吃还一子 是不是 要么就是你给我进攻的先机 对 那么红方肯定在这个局面下有一个抉择 这时候实战中 红方选择了 狙击平三 狙击平三 他先手吃你一下 但是除了这个 狙击平三也曾有骑手构思过泡尔平三 他的构思就是说如果你打我 我就打你现在 我先打你一项 再吃你一马 你不但这籽没吃回来 你还多丢一项 这想的挺好 但是人家黑方不会这么轻易的就让你得逞 黑方就 八七平六 八七平六 我现在还是要打你 还是要打 这时候你没有办法 你只有先退降 我如果打你呢 他这个棋是 先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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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他不怕你打狙 因为如果你打狙 他这有一个 对狙 这样的话 你要狙再到背出去的话 他再选择 也许把马就跑开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黑方怎么办呢 黑方他有一个先手 你看你这个帅不好 就容易给对方先手 有抽僵 那现在就看出点一尖的目的 对 要没有这招试的话 那人们不理你了 就不怕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只有先必帅 那么这个时候再打 破尔平三 你现在没法对局 你对局他打僵 而且局有根 有根了 他也可以打僵 他保留子力 他打一僵再吃掉你 那么红局就只有避让 黑方得回一子 双方形成一个平稳的局面 那么黑方的布局那就成功了 红方的得子计划破灭 那说你破尔平三这招 破尔平三这招最后还是不成立的 那么还有一招 又有些骑手想到了一个什么主意 他马上进三 这招其实什么意思 你打我 我就一僵给你马吃了 这样我还多个嘴 但是他没有料到 自己老的帅 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有一个很妙的手段 人家依然打局 如果你说送进去 我就吃掉 我说我吃了你 吃了我 我一僵军 你看这垫不上 只有从我气个泡 完结一下 说如果你要吃我泡 我冰肿还好 我还是可以满意的 虽然说籽没了 但是我还可以满意 但是人家不吃你 退市一样 现在大家肯定看出来了 对 无论躲哪 我从泡杀死了 居都不吃你了 所以鉴于这个变化 红方两流变化都非常的失败 所以这个时候 王斌临场 选择了G7平3 他先躲开了 你不要打我 我自己躲开 那么这个时候 肯定是要 跑7平6 跑7平6 先躲开 完了这个时候 退帅 退帅也是很有必要的 有来像我们刚才演变的 他以后一退居先手 抓这老有抽奸 是的 这样 他至少回避了你退居的先手 因为退居桌炮是先手 立刻就抽奸 这时候该黑起 黑起是平打 他还是桌了一下 先桌 退居一桌 退居桌 这个时候 洪方的往常的下法是炮二进二 炮二进二 但是这一局 王斌做了改进 略有改进 但这个改进在今后会起到很重大的一个意义 炮二进一 暂时现在还没看出来 对 那么我们往下看就知道 王斌这招炮二进一的实意 用意何在 对 他和炮二进二的区别在哪里 那么这个时候 黑方毕竟要得回这个责 因为他现在攻势是没了 因为洪帅已经快逃回家了 那他现在打马争取创造攻势 现在我也不能轻易让你吃一吃 也不能轻易吃回来 即使吃我也得给你制造点麻烦 他就先退回去了 退回去之后 黑方继续进鞠吃 继续进鞠一吃 这回是吃死了 跑不掉了 但是洪方的目的达到了 我也不跑了 你这鞠吃的位置也很长 我浸泡一打 这招骑的目的 我们看这个炮在这边 如果你吃马 我就有可能打相 你飞掉 我再打一将 这样我今后可能是红的少了个字 但是洪方主动弃子打相之后 黑方缺俩相 鞠马炮在侧翼有猛烈攻势 而黑鞠的位置在这 作为攻防这个鞠进攻 没有招法退守 又离得很远 洪方易于获得先机 很有意思 本来是多一个子 然后现在我弃还一个 再弃一个 反而少一个 但是有攻势 一个马让你去一个很贵的地方 另外一个炮来攻击你 那么这时候黑方选择了 他也不甘心被你进攻 这招也是很有意思 我就进 先反一手 然后你这还是不好跑 你跑的话底线要漏 是 那么现在红方 大家还记得刚才咱们说过 红方略有改动的这招 这不跑 在过去的局面中 曾经出现过这个局面 当时由于黑方没有走出15金寺 最后红方有大向进攻 就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 但如果这个局面下人在15金寺的话 你们看 这个炮好像黑的阵型很难看 但是你拿它有什么办法 如果你拿它没有办法 它把这马吃回来 再吃你的兵 它也不错 因为你的位置也是怪怪的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这就是王斌的改进 他炮搁到这了 那么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招法 级三进是三 刚才在这我就不能抓了 刚才打这也不抓了 交换完了 你再把马吃了 这个鸡黑的还好 是不是 所以说它炮搁这了 所以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改进 你想吹一刀四五进四 我就改进 炮二进一 不轻二 这招改进的也是非常的细腻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你就会发现红有什么手段 对 现在黑方面 它也不能把这室拉一下 那室拉一下就打象 这马还没吃着 那这象就丢了 那马它支持 好像也没事 是不是 如果你打江我对炮 你这马反程我今后迟早能给你吃掉 但是红方现在又准备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段 我送你一个马 我这本马还给你了吧 我这个马还给你 这一送 黑方突然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很妙 这招 而且这个好处以后 如果你不吃 我再打就不着了 我这一打你这边还出着了 炮路又燃出来了 那么黑方经过思考 说没有办法 如果飞了的话 它是实战没有飞 实战是它就消化了 它如果飞掉的话 红炮退打 先打一下 你的鞠 无论退哪里 它再吃一只象 这样的结果 等于红方依然掌握的进攻的事态 而且还吃掉对方一个象 在今后的对攻中 红方肯定是优势 所以说黑方不能接受 那么黑方也是冒险的 就跟红方展开对攻了 套在这里 但是我感觉它的实战的话 有可能还是飞了会顽强一些 飞了可能顽强一点 它还是受攻 可能骑要漫长一点 但是结果恐怕 如果红方正确的话 黑方也很难扭转 那么这个时候它是吃掉了 它是选择的先吃 吃掉了 然后 对 吃 你吃 然后这个棋它是补了个下 这个棋还是下得很细腻 对 因为它不给黑方任何的机会 它也不愿意飞背个下 飞天下始终还是被描着 因为被它先手出狙了 对不对 它先手赶紧退手 这样的话 本来就是要利用你拘在背处 对 所以我不能给它这种机会 那么相亲进 这个时候它 先捉了一下炮 它迅速的利用捉炮的手段 把拘退回 但除了这招 相对而言可能顽强一点的下法 应该是 现在是是不好补了 是 它补哪个都不太对 底下老有僵 对 所以它现在其实黑起 如果冷静一点 略为顽强的下法 不要着急把鞠回来 还是先要调整一下 它应该打一镜 然后你再把炮缩回来 这样它仅仅是少了个室 完了 你这个时候 你看是退室 是退鞠 你再另做打算 我把这个底线先护住 然后再周旋 毕竟我损失还不是很大 这样比实战要顽强一些 但实战有可能黑方 心情上有点 有点急躁 对方这连续的几个心变 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那么他也急于退手 他就想赶快把鞠回撤 是 赶紧的回撤 完了 红方也接受 我就吃掉了 这时候 它黑方的损失还是挺大 两个是没了 对 黑方继续 它这底下打浆 它还是始终 它是有顾虑的 对 那么红方也不着急 打冰 这个时候 如果黑的中足再丢了的话 那损失更坦 再来这一个兵肯定是 对 共兵 那么红方将一上 再将 这方一将 这又出了 出帅 这时候红方下得很简明 橘子瓶漆 对 就交换子力 交换完了 他认为这个棋 这个黑的已经不行了 这个事实也确实 对 缺两个是 而且这个降位 降位太高了 相位很差 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兵 对 而且这个居和马 现在又没有形成 不论是宫和房 都没有形成配合 所以这个棋就很困难 泡也不能跑 它是 吃掉 吃泡 黑方 这个马没有地 只有马分件 不能跳这 跳这一退居 就连沙再吃 就全没了 但是这个棋 红方 也不好 马还是不能走 走这儿的话 它一退居 它无论一抓你 就完了 走这儿的话 退二是不是也 它唯一办法就是送兵 但是送兵很痛苦 对 我这个兵 因为你跳马 有可能就丢了 对 马不能跳 只能送兵的话 送完这个 等于你这个 基本也属于就认输了 所以走到这儿 赵欣欣一看 就爽快的 很爽快 就是没有什么办法了 很爽快的 认负了 那么下午那盘第二轮 就是第二局 王斌和赵欣欣经过苦战 最后战合 王斌是以一胜一合的战绩 进入了决赛 另一组的决赛是蒋川获胜 蒋川战胜了金波 最终王斌与蒋川在决赛中会诗 好的 那这盘棋先为其友介绍到这 先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们再介绍第二局 决赛的精彩棋局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